OK 那你刚才看到的所有照片 都是我使用手里这台Vivo X70 Pro 加直出拍摄的 好吧 我意思是直出拍摄的 我后期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跟调整 拍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你觉得照片效果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那你要说这个照片 不需要任何的技术的话 我觉得也有点严过其实了 但说实话 毕竟它是直出的照片 所以我做的事情 也不过就是够好图以后 按一下 好吧 把照片拍下来 那我觉得这样的照片 让普通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好吧 你使用手机 这么方便快捷的情况下 能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呢 我觉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手里这台Vivo X70 Pro 加的摄影功能 好吧 它的摄像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悍了 同时如果你足够细心 如果你离得足够近的话 我相信已经发现了 它上面有好多的菜丝标志 好不好 真的好多的菜丝标志 那首先第一点 我当然要说的 就是这个摄像头的 这个传感器尺寸 真的是很大 1.3分之1英寸的 这个传感器尺寸 老说基本上已经 好吧 比绝大部分的卡片相机 都要大的传感器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效果拍出来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强悍 如果你愿意离得稍微近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好吧 不需要算法的情况下 就可以提供到这种光学上面 成像的那种景深效果 而且因为它有足够大的传感器呢 所以在夜景的情况下 我觉得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强悍 这样的表现的话 老说已经比绝大部分的 这种消费型的卡片机 那效果要更好了 那当然了 作为手机的摄像头来说 你光靠传感器大 这显然是不完善的 对不对 主要我们还是要依赖它的算法 那这次Vivo X70 Pro 加新增的这个V1 可以说效果相当相当的强悍 拍摄夜景的时候 直接基本上就给你一个 所见即所得的效果 所以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你可以更加的有信心 知道你拍摄完了以后 照片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使用了这个新的芯片以后 它在这个视频的算法上面 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所以如果你要拍摄一些 极端的非常暗的情况下的 夜景视频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那这个是我在之前 其他手机上面 基本上没有见到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 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蔡司 好不好 就是摄影爱好者们 熟悉的这个高端的蔡司 那蔡司对于这个 手机摄像头的加成呢 主要来自于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对于这个硬件上面 比如说使用的这个玻璃 有更好的透光性 同时呢 蔡司著名的这个镀膜 能有效地减少炫光跟鬼影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 跟普通的手机摄像头 进行一些对比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大大降低了这个 炫光跟鬼影的存在 在软件方面呢 蔡司带来了一个 人像后期滤镜包 那这个滤镜包呢 可以让你在拍摄 人像照片的时候 得到各种各样的 蔡司非常著名的 这种光学效果 当然这个是算法形成的 但是如果你 比较小心地选择一些 拍摄场景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出来的效果 非常非常有特色 另外一方面 蔡司所带来呢 当然就是色彩科学了 其实我觉得Vivo X70本身的色彩就非常非常不错 看上去很鲜艳 而且很正 那如果我日常使用的话 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 使用Vivo本身的这个色彩 我觉得就很好 但如果你要想拍摄一些更有风格的话 尤其是拍摄一些简约的 做减法的那些照片的话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 使用蔡司的色彩科学呢 更加简约一点 蔡司这个色彩科学 它就让你这照片变得更淡雅一点 看上去没有像Vivo的颜色 那么鲜艳 那我个人使用的选择呢 我会觉得日常拍的比较随意的 比较随手拍的那种照片呢 我会选择使用Vivo本身的色彩 我会觉得更鲜艳 更明快一些 那如果我要想拍摄一些更正经一点的照片 我可能会选择使用蔡司的色彩科学 看上去照片会更加淡雅一点 更加高级一点 好吧 当然这个是完全是个人喜好 跟个人的选择了 那综合来说 我觉得Vivo X70 Pro 是我用过的目前为止 可能在安卓手机里面 拍摄效果最好的 就是它不光是成像效果好 而且它有很多的风格化的东西呢 能让照片看上去更加的有特色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你觉得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些帮助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 好吧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